有一个几十万粉丝的大主播 说王铁锤不会下棋 锤子一听脑了 要跟他比划比划 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对局 王铁锤还很大气 让这个主播先走 这个主播呢 还很坏 他呀来了一个炮八平五 走一个左手炮 故意呢 让对手呢 不舒服 铁锤上马 同棋上马 黑棋呢 在这里选择了一个挺三足 同的出局 这级出局 走到这儿 一般常见的招法呢 红棋呢 都是选择聚八禁六 过合局 这样呢 会引起复杂激烈的对攻 主播呢 在这里求稳了这个红棋 他选择了一个高局巡河 这个棋 虽然说 局面容易 这个稳定好控制 但是呢 红棋的先手呢 也不容易发挥 一般顶尖高手门都不占用下 黑棋上马 红棋挺兵来腰盾 吃掉 吃掉 黑棋再退炮 准备啊串串香 拉一串 那红棋呢 平居又叼住 黑棋高居 红棋呢 开动右翼的子力 那黑棋上马一踩 红棋进居 又吃麻 还拉着你五根鸡炮 那铁锤呢 走得就很激进 你不是要求稳吗 我非要求战 平居 给你对桌 那红棋呢 接受 吃完之后啊 红棋又拉住黑棋 就牢牢的揪住这个 五根鸡炮的毛病 他不松手 但是呢 你现在底下在嘴里呢 铁锤呢 二话不说 底下给他卷了 红棋 进兵 以后啊 准备上马了 那黑棋 退居 占住这个要道 不让你这个马呀 跳上去 红棋呢 就冲住命 黑棋呢 来一个马棋退伍 接着其走得非常刁钻 所以说这种 高明的孕子手段 也不怕你 打僵 你打僵 黑棋不可能架中炮 也不可能飞向 让你来一个炮阵五子 他会选择一个上马 又踩你的炮 又踩你的鞠 所以说呢 打中族不成立 红棋呢 就继续冲 黑棋也是把马跳上来 踩着鞠 而且呢 给鞠胜根 红棋 冰武精英 将军 那黑棋呢 就还架中炮 红棋选择一个对鞠 黑棋踩回去 那这样一番交换 虽然说红棋过了个中兵 但是呢 弹掉了一个像 关键是呢 鞠对完之后 红棋的鞠 出的太慢了 一路鞠还在家里面 没动呢 他也不好意思来对掉这个炮 他选择了一手 不是 那黑棋呢 见风插针 选择了一手 平炮 这底下是个闷杀 只能拦住 黑棋实战是选择了一手上马 其实呢 在这里还有一种 歹毒的下法 那就是 线炮 打你 你肯定是不敢打 你敢打他 他打完之后 你不敢打他 他打你 他打完你之后 你打过来 他有一个定居单霜 这底码呢 你是不敢打 你打他不带僵 底下有闷杀 这种手段太凶残了 鞠对那就没下 鞠对选择了一手上马 这半棋 红棋输 我就说的 应该就输在这个一路鞠 出动太慢 赶快飞手向 那 一起 战中军 战中军 那你这个兵 你也不敢走开 你这个兵 要是走开 再打一僵 你只能打掉 再鞠一吃 那又吃住俩了 这时候呢 这个兵也顾不上药了 赶快开动 这个一路大鞠 那黑旗呢 顺风顺水一样 把这个兵又踩了 马又窜上来了 红棋呀 已经是乱了章法了 他选的这个下底炮 想着呀 一招自敌 那你这有点 太天真了 飞旗呢 回马一踩 又踩住炮 现在呀 又吃住中相 展开 他把中相一吃 那就不得了了呀 这两边臭姜 必丢一子 红棋又选择一个 进鞠来捉 派来个捉霜 那最后 鞠锤很潇洒的一招 炮物进衣 打你的鞠 保住了马 下一招随便吃 那走到这儿 这个 风顺呢 也只好落荒而逃